立法委員蔣萬安提到年輕世代月薪不到三萬 造成還不起學貸 面對學貸問題惡化 跨黨派立委與民間團體組成關注世代正義連線 4月28號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要求政府重視學債主的沉重負擔 並提出解決方案 將近破百萬大官申請學貸的學資裡面 有大概三萬多 百分之三點多 其實是月薪在不到三萬的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要還款的這個期限 是越拉越長 申請學貸私立大專院校學生 比公立大專院校高出四倍 加上原住民學生多半就讀私立大專院校 雖然學雜費減免 但每學期還是得負擔兩萬元以上的學雜費 造成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率 比一般學生多出四個百分點 原住民學生上了私立學校之後 還必須要靠打工去維持生活 這樣的一個就學狀況 其實已經超過百分之十的休退學率 經濟弱勢可能都會前往私校的部分 而他們所受到的教育 或者是所付出的學費 可能是公立學校的四倍之外 可能受到教育的品質 還不見得來得這麼好 立委要求新政府上任後 應該通盤檢討私立學校學雜費收費標準 提高教育品質的同時 也要減輕不合理的學貸政策 記得文化156立法院採訪報董 咱們要留學校205立法院採訪報道